我們把這個中文紀念堂 旁邊那個紀念堂拿掉 都更座談會上 柯比承諾會加速把中正紀念堂 方圓50公尺內 53公尺的線高給拿掉 引起台下民眾一片掌聲 都委會的這種東西不是市長可以 只是我們建議說 可以去整體規劃以後 把這個線高拿掉 沒有說最快什麼事 沒有啦 這個市長也不能去 去指揮那個都市委員會 因為這個委員會 還是個獨立運作的團體 柯比認為中正紀念堂的線高 是威權時代體制的殘留記憶 建議都委會拿掉限制 說想藉此換取更多容積率外 也幫自己連日來的低民調找解套 講出來的就是不一樣幫忙 國中幫忙 他如果沒跟你 我們就台北市政府 最大力量來幫忙 謝謝各位 座談會上口墨橫飛 不過話風一轉 談到正夯的美豬議題 柯比態度立刻變得好低調 這個就不是我的專長 我也不敢亂講 我還是有一個叫什麼 叫國際的標準 你也很難跟整個世界不一樣 我是沒有 這個案子不是 我不是很有研究 好 謝謝 美豬開不開放 民進黨政策前後不一 敏感關鍵問題 柯比巧妙迴避 沒給正面答案 介宏系武登麗 台報道